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11月30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霍輪喬 先和大家說說今晚的新聞題要 星期一是12港青被關押中國大陸第100天 多名民主派區議員擺街站 提醒市民持續關注事件 被指多年來直接參與攻擊中港人權活動的 中央政法委民宣負責人鄭林 有傳經已調任香港中聯辦掌管宣傳部門 另外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 批評中國官方發佈假圖片 詆毀澳大利亞軍隊 殘酷對待阿富汗人 說做法極其可恥 要求北京道歉 12名港青被關押在中國大陸 直到星期一是第100天 外界的關注從未停止 香港民主派區議員在多區擺街站 市民寫上聖誕卡和惠民策 為這12名港人和他們的家屬 在寒冬送戀 呼籲一定要堅持下去 人權組織擔心 12港人會遭受好認和不人道對待 聽聽劉少鋒報到 12港青租中國當局 扣押在深圳市鹽田看守所第100天 多名民主派區議員擺街站 提醒市民持續關注事件 區議員周嘉誠 梁訪衛 陳奧暉 以及學生組織賢學施政 星期一晚在銅鑼灣設街站 要求無望義士 釋放12 負責協助12名港人家屬的周嘉誠表示 當局早前公開12港人親不寫的家書 但香港人不會信以為真 不會放棄聲援 假如中共以為這樣控制12人寫了家書之後 我們整個香港不會繼續聲援12港人 又或者會覺得他們會因此而認罪的話 其實實在太侮辱我們香港人的智慧 繼續關注這件事 有可能我們不需要 可能現在馬上有什麼行動 是立即換取釋放12港人 只要大家繼續冥激於心 繼續記住當中的真相 真相就是這幫黑警 是怎樣將12人親手送到中共手中的時候 這樣是已經非常之足夠 深告懲指12港人會不會遭受酷刑 秘密審訊或被控以更嚴重的罪名 都是未知之數 但越多香港人關注 對他們越安全 又說12月對香港人來說 可能是很歡慶的日子 但也不要令12港人感到孤單 12月大家知道 可能對很多朋友來說 是一個很歡慶 很歡慶的日子 但我們不要忘記有12個香港手足 是不可以跟男女朋友一起過這個聖誕節 大家走過不同的商場 都一定會看到很多聖誕燈飾 都一定會看到很多聖誕樹 望著這些聖誕樹 希望大家寬度佳節時的同時 都可以繼續記得 繼續關心 繼續關注 這12個香港被送中手足的情況 十多名泛民葵青區議員 星期一分別在葵坊和青衣擺設街站 準備了聖誕卡和慰問賊 市民寫下字句給12港人和家屬 不少市民寫下心聲 等著你們平安回來 請保重 一定要堅持下去等等 希望為12港人和家人 送上一份支持 其中一名區議員 梁錦威接受本台訪問 他希望這個活動 能夠喚起港人對事件的關注 向政權施加壓力 又說12港人家屬絕不孤單 只是一些壓力 其實特別是家屬 希望家屬可以繼續支持下去 家屬絕對不是孤單 即不是他們自己在戰鬥著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和他們 起碼是在一起的 另外 者民連成員曾建成 梁國雄 正月一聯同組織 民間電台中午在中環擺街站 呼籲市民社慰問訊 給12港人 隨後都有政局 將約500封信寄到12人被扣的深圳鹽田康守所 震驚城市 即使12人未必會收到信件 但希望藉此呼籲市民繼續關注他們 頂得多少得多少 不要絕望 香港人要自強不惜 有市民在信中寫上 堅持生存下去 怕能鼓勵12人堅持到平安回家之日 國際特赛組織香港分會星期一發表聲明 形容12港人的處境令人非常憂慮 指中國政府處理他們的個案時 用了一些常見的手段 例如剝奪他們公平審訊 自由選擇代表律師等基本人權 他們亦有遭受酷刑 和不人道對待的即時風險 聲明指 12港人家屬多次要求和被捕人見面 但遭當局拒絕 至少6名律師 更在中國政府的威脅下 放棄跟進12港人案件 認為中國政府 必須給12港人 定期和家屬和他們委託的律師見面 尤其當中 有兩人被捕時 仍是未成年的兒童 亦指當局必須確保這些年輕人 不會遭受酷刑 和其他不人道對待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劉兆峰報導 在香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施政報告之後 連日來接受各方傳媒訪問 主動出擊回應外界批評 她更加聲言不為修例感到內疚 又形容自己已經重拾信心 說以前的自己回到來 短短一個星期之內 足以看到她希望打造一個強制的姿態 面對民生不歸向政府 為什麼林鄭月娥仍然這麼有自信 甚至好像比以前更加強勢呢 學者就相信她有競逐連任的部署 聽聞文海恩報導 在香港南華早報的專訪中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自信沒有滿地宣告 我已經重拾信心 從前的我回來了 林鄭月娥上星期發表施政報告之後 連日來接受傳媒訪問時 不斷對批評作出辯解 對於去年強推逃犯條例修訂 逐發香港大規模示威和社會動盪 她毫無副意地說 我不敢到內疚 我做錯了些什麼 我是出於好意 提出立法 並強調自己唯一的錯誤 是沒有清楚解釋法案 對於私人生活 林鄭月娥形容自己是工作狂 說自己甚至沒有花時間和丈夫聊天 強調香港有大量工作要做 會將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工作之上 另外林鄭月娥早前接受香港國際財經台 HKIBC專訪時 說美國制裁下 她要停用銀行戶口 政府用現金出糧給她 她因此有大量現金在家 這意味政府每月支付43萬現金給她 她更加聲言 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而受制裁是榮幸 引來民眾嘩然 在市政報告中 林鄭月娥已經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近年的一句口號 不忘初心 抵禮前行為題 當中更加不斷強調 中央全力支持 大力宣揚大灣區等 更加因為只有感謝中央 沒有感謝港人 而被年花批評 她眼中只有中央 從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這份報告 看來也導致市民不太受落 調查顯示 有52%市民 比林鄭月娥零分 有64%市民 不滿她的施政報告 評分只有27.2分 再創1999年有紀錄以來新低 話雖如此 林鄭月娥日前出席電視節目時 反而認為報告沒有特別措施成為被攻擊的地方 屬於平穩落地 她日前更加在電台節目上聲言 自己已經不看民調 不太關注民望這些數字 對於自己在演詞中 沒有感謝市民 她辯解因為示威期間沒有接觸市民 不是經常有一般的香港市民在身邊 並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指出 香港需要一個務實和現實的政府 部分政策建議做不到就要如實交代 有人或者會覺得她高傲、騙庭 但她從來不會因為市民喜不喜歡 而決定政策方向 早於上任特首前 林鄭月娥已經被評為作風硬朗 更加有綽號說她好打得 面對民心不歸向政府 為什麼林鄭月娥仍然能夠這麼有自信 甚至好像比之前更加強勢呢? 香港政治學者 浸會大學前助理教授黃偉國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日本人可能難以理解林鄭月娥為什麼違反民意 做了不少損害香港利益的事 仍然能夠譚笑風生 比以前更加有自信 不過從精神狀態有問題的角度分析 就不難明白 她認為林鄭月娥並不是有能力和社會連結 譬如她很強調自己沒有任何生活只有工作 很明顯一件事就是她其實在跟別人溝通 或者聽不同意見的時候 是有一定的一個能力上的障礙 甚至其實很多官場人都說到 其實林鄭月娥第一 在官場裏面沒有朋友 表面上都很家庭支持她 但實際上很多採訪都看到 她跟政府的關係很大問題 或者跟子女關係都其實沒有她想像中所說的 這麼和諧 從一個人格 從一個精神狀態 或者從一個能力方面 其實林鄭月娥只不過是因為 承著政治需要能夠上到位 黃偉國還說 從鬥爭角度 林鄭月娥明顯有競逐連任的部署 是民意如訓土的做法 很明顯就是以後這兩年的資政 都是為中共服務 無論是利用香港作為一個 就是拿了香港的儲備 又或者繼續用香港的股市 作為大陸股市集資賺錢的地方 又或者送一些香港的年輕人回大陸 民主黨立法會前議員林卓廷對本台批評 林鄭月娥是打中念衝半指 她形容林鄭月娥越來越恐怖 不單止是維持本色 將所有責任推卸在其他人身上 她現在還說回復本性 香港人自求多福 她還說林鄭月娥說自己回復本性 她呼籲香港人自求多福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海恩報導 中央出手撤銷香港四名泛民議員資格 民主派已總辭對抗 立法會正式變成一驗堂 本台專訪左手批被DQ的民選立法會議員 青年新政召集人梁仲恆 她說立法會是先天有缺陷的了諾 認為香港始終要靠議會外抗爭 由批評司法機關守不住港人的公民權利 聽聽劉樹峰報導 梁仲恆認為中共出手DQ溫和的泛民議員 反映當局的紅線是會不停飄移 而按照北京的邏輯 DQ議員早於2016年開了先例 如果我們去觀察北京政府共產黨在香港 他背後做事的邏輯就是 當他踏出了第一步 他試過原來可以的 他就會繼續踩過去 這個是他們 我想對上十年慢慢去施壓的時候 他們一步會做的事情 第一單PQ之後就會有第二第三單 第一單暴動之後就會有第二第三單 曾經身處議會內的梁仲恆回望過去 他形容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上 立法會只是一個鳥籠 處處受限 在今天這個時間點那裡看回 我會說 似乎都是在設計之內 當你那個立法機關 你是設計成一個鳥籠 實際上你拿不到控制權 而即使你拿到控制權也好 也都不代表你在香港的憲制那裡 能夠推動到什麼的改革 不要將太多無謂的希望 放在一個原本被設計成鳥籠的地方 香港法民主派 以總辭對抗專制政權 棄手議會戰線 梁仲恆指 阻擋惡法 從來都不是靠議會的力量 而是街頭抗爭 其實民主派這麼多年來 數票從來沒有一次 是會正的舊票去反對它 我們都是要靠街頭的力量 市民的力量去做 不論少數成功的案例 國民教育也好 當日送中條例也好 其實都是靠街頭 不是靠議會 梁仲恆在2016年的立法會宣誓風波 不僅失去議員資格 更惹離官司前身 包括被控在議會非法集結 日品追討約93萬新章等 他的言限更受到香港人非議 令他的人生都在四年前 伴隨香港的民主運動陷入低谷 時隔四年 記者商約梁仲恆 在終審法院外進行訪問 在正義女神像的腳下 他堅定地說 當時應該做盡一些 今天在終審法院門口 我就會說 我的答案都是一樣的 如果現在給我再選一次 我會選擇做盡點 那時候沒有選擇去做盡點 是因為對司法機關 還有一些無謂的希望 今天我對司法機關是沒有希望的 我不會指這個法院 是會保護一些 市民的選擇 市民投票的投票權 梁仲恆曾經和前本土民主前線成員 梁天琦、黃台洋 在民主運動上並肩作戰 眼見識日盟友相繼入獄 流亡 他心裡並不好受 但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崗位 無論港人身處何方 都一樣痛苦 他表示 最難受的是 每天都有熟悉的朋友被捕 或者受苦 我不想 就這樣就投降 輸了 這個也是 我想跟香港人說的訊息 就是 喂 這樣 犧牲就犧牲了 大家有各種不同程度 不同類型的犧牲 有些面對審訊 有些沒有性病 有些受傷 有些流亡 那如果 我們 就這樣投降 這些犧牲就是永恆 這些痛苦就是永恆 只有 最後贏了 這些犧牲才值得 對於有沒有考慮過離開香港 梁仲恆貪然 都想過自己的人生 但似乎很困難 至今留在香港 是因為不想認輸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劉小峰報導 隨著中央採取強硬路線管治香港 對社會意識形態的操控也只是加深 中央淨發委文宣負責人鄭臨 全民已經調任香港中聯辦 掌管宣傳部門 據稱他多年以來已經直接參與 對中港量地人權活動者的攻擊和抹黑工作 並且強調以所謂新媒體的方式 對抗香港年輕人的反共思潮 由王兆山請問說 日前有消息指 中共中央政法委新媒體文宣負責人 中央政法委政法中置信息中心副主任鄭臨 懷疑已經被調任香港中聯辦 掌管宣傳和文體報 但至今為止中央還沒有公布相關任命 本台記者多次致電中央政法委 但該機構總機已不能提供 具體分機號為理由拒絕轉接電話 香港中聯辦宣傳問題局綜合處沒有接聽電話 但該機構總機在回應本台記者採訪時就說 他們未能查到鄭臨的名字 據中宣部之前重點推送的新聞顯示 鄭臨在擔任政法委官方新媒體負責人之餘 還直接指揮了對香港抗爭學生的抹黑 而網絡語言引導國內輿論仇視香港抗爭者 並且將香港抗爭市民污衊為暴徒和港獨等 據知情人告訴本台記者 鄭臨在中央政法委的宣傳套路 受到了政法委和中共宣傳部門的棄中 他和新華社環球雜誌副總編劉某的所謂牛壇琴等 被作為央媒新媒體培訓的範例進行宣揚 官方認為他們的宣傳模式 被傳統的官方意識形態喉舌 具有更強大的傳播功效 所以才被重用到香港進行文宣爭奪戰 體制內媒體人鄭先生透露 鄭臨調任中聯辦這個消息已經廣傳多日 文宣系統換人並沒有引起人注意 但鄭臨本人因為是政法新聞系的資深官員 之前有太多劣跡 比如他在2009年底到重慶協助時任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打壓律師李莊 因此他這次升官才備受關注 另一位體制內的媒體人吳先生就指出 鄭臨當時帶著手下莊慶紅 遇過《中青報》著重慶記者站的記者 以官媒的名義對李莊進行了全面的武漢和抹黑 後來鄭臨升官至中央政法委 中至信息中心副主任 同時也將莊慶紅帶到了政法委 擔任官網長安網的編輯 但目前並不清楚鄭臨是否會再次帶著莊慶紅附任 鄭臨有用的背景我不知道清楚 當時肯定也是重慶市政法委 挺難過的呀 你看他那職務嘛 當時要重慶來寫那個李莊的案子的時候 他已經是他們的那個法制部主任了 你想想那種宣傳稿再加採訪這些署名 就說明很重視啊 清理博王餘毒 但是什麼的涉及到重慶打的 現在一張案子都沒有平板了 但是你想在那個宣傳機器裡面 媒體進行審判 只要有需要都可以用的 而央視人動不動的 就是哪裡在屏幕上見的 他就是這麼玩的 在整個那個宣傳裡面 那個證明也是一個小螺絲 自去年3月底 隨著香港反修理運動開始 中國官方就全力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 對抗香港反對派的文宣 其中以長安劍為首的政法系官媒 更加是成為抹黑和攻擊抗爭者的重要平台 以引導中國大陸人受視香港抗爭者 但是至今為止 這種持續的抹黑 導致了香港人對中央政府更為強烈的反感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匯豐近年在北美洲的業務持續萎縮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匯豐正是考慮撤出美國的零售銀行業務 將資源而往營利更豐厚的亞洲地區 管理層期望在未來幾個星期之內 向董事會提出有關的計劃 不過消息說 匯豐並沒有以完全退出美國市場 仍然會保留投資銀行和財富管理業務 匯豐在美國營運達40年 今年在美國關閉了80間分行 在美國東西岸剩下約150間分行 在美國首三季的稅前虧損是5.18億美元 過去兩年同期分別虧損2.79億和1.82億美元 消息人士說 在這樣持續虧損的情況下 有充分理由退出在美國的零售銀行業務 不過匯豐尚未就此做出最終決定 只是研究退出業務的財務可行性和收益 或者制定規模較少的中間策略 有可能推遲至明年做出決定 消息人士又說 管理層也可能建議削減匯豐投資銀行客戶名單 以專注國際客戶 尤其是那些與亞洲和中東有聯繫的客戶 接下來有耳邊峰的時間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最近在接受電視台採訪的時候 透露它將工資以現金形式保存在家裡 家裡現金成堆 大家都知道 這是由於花旗國對它實施制裁 令它擁有不到銀行帳戶 花旗國實施制裁 就連強國的銀行也外無能助 主要是因為花旗國基本上主導了在實施金融制裁的跨境金融系統 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 簡稱SWIFT SWIFT控制了全球八成以上的跨境支付 其董事會的名額總數不超過25人 每個國家不超過兩家銀行的兩名代表 花旗國的花旗銀行摩根大通 德爾志的德爾志銀行 法蘭西的法國巴黎銀行 大不列顛的萊斯銀行 強國的中國銀行都在上述的25值之列 SWIFT的數據顯示 美元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超過四成 幾乎等於歐元、英黨、日元的總和 這個事實令花旗國的江湖地位無國能及 只要花旗國決定制裁某個國家或者某個機構 就可以直接切斷該金融機構或者其對應的美元代理行 和美元跨境結算系統、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 簡稱CHIPS的連接 從而令它無法進行任何和美國相關的交易 同一原理 如果花旗國宣布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機構制裁 全球幾乎所有國際性的銀行 都需要檢視自己有沒有和被制裁的人士有業務往來 即使是中資銀行 無論大小都需要防止因為和被制裁人士、公司或機構的業務往來 導致本身國際業務受到影響 因此也無法違反花旗國的制裁令 伊朗、朝鮮等國家的銀行就因為受到美國的金融制裁 其國際貿易活動因此而受到嚴重打擊 作為香港特首 林鄭月娥的年薪大約是520萬港幣 一個月的工資就有大約40萬港幣 有深水清的網民指出 香港的現金和外國不同 香港的現金除了10元的交幣和稅銀 其他面額都是由商業銀行發行的 所以按道理說 政府能夠出糧的最大面額鈔票就是那10元交幣 恭喜林鄭你可以慢慢數錢 中國官媒報導說 美國加強搜查大陸赴美人員的共產黨員身份 直至今個月11日 中方有21手的輪船 在美國港口停轄時被美方突擊檢查 16班航班的赴美機組人員被盤查入黨的問題 中國《外交報》就說 將會考慮採取相等的反制措施 聽下劉少峰報導 大陸官媒《中國日報》週一報導 美國加強搜查中國赴美人員的共產黨員身份 盤查時長達幾小時 包括查問共產黨員身份 入黨原因 和中國政府關係 中國疫情情況 船員對美國總統選舉的看法等等 報導指 截至11月11日 美國執法部門和其他辯演人員 登上21艘輪船突擊檢查 9月以來 中方航空公司 共有16架次赴美航班機組人員遭到詢問 其中被突擊檢查的船隻 分別屬於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 和上海浸華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大部分船隻一靠岸就立即被搜查 可見美方有備而來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 美方在船上和飛機上 調查中國人的共產黨員身份 是極之罕見 自中國公民辦理美國簽證的時候 不需要公開黨員身份 中國外交部 陳舟事件向美國多次表達不滿 但美方沒有提供合理解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星一在記者會回應 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敦促美方停止有關行為 否則將採取反制措施 美方有關做法挑動意識形態對立 破壞中美正常人員往來 是對中方的嚴重政治挑釁 也是麥卡西主義死灰復燃 和美反華勢力對華全面遏制打壓的 又一表現 記者發現有關報導 在微博成為日本話題 有網民留言說 影響到領導和他親屬去美帝移民 這是大事 意圖打擊年輕人入黨的信心 但如果有人真的受影響 這種人不要也罷 也有網民提出 可以對入境的美國民主黨 共和黨黨員盤問、審查 這是對等措施 也有人說 學到麥卡錫主義一詞 美國政治風險管理顧問 方英格對本台指 美國政府早就公佈 會對赴美中國人加強檢查 並已定制裁名單 相信這只是開始 估計不管什麼身份的中國人 赴美將越來越困難 方英格指 當局加強檢查赴美人員身份 是希望追究在美中國人的不法行為 例如非誠實申報簽證目的 暫防蝕取美國科技的知識產權 台灣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榮譽教授 丁樹範認為 美國政府近幾年 對共產黨的防範程度 越來越高 近來很多中國學者赴美被拒 中美雙方的交流變小 變成互相指控 做在7月17日 針對有報道說 美國政府正考慮 對所有中國共產黨員 實施簽證限制 當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表示 如果屬實 美方就是選擇 公然和14億中國人民作對 公然站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對立面 在10月2日 美國公民和移民服務局 在網站發布了新政策文件 宣稱將不再受理 任何中共黨員 和其他所謂 極權主義政黨成員的移民申請 美國移民局說 新政策在美國國會 通過的應對美國安全威脅 發言的一部分 任何人只要加入過中共黨員 或者所謂的極權主義政黨 無論是哪個國家 都無論現在是否還在黨內 移民美國的申請都將被拒絕 政策同樣適用在 這些政黨的分支 或者附屬組織的成員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 胡錫進10月4日在推特發文 中國有這麼多優秀人才才是共產黨員 美國的決定 有助於令更多人才留在中國國內 因為它粉碎了他們的幻想 這個並不是壞事 更重要的是 如今非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民眾 對移民美國的興趣都大大降低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劉少峰報導 中國和奧迪利亞軍在陷低谷 中國外加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推特發文貼出一張奧迪利亞士兵 持刀掛在一名被指是阿富汗兒童頸上的圖片 斥責奧迪利亞軍隊殘酷對待阿富汗人 照片被揭發是中國戰狼藝術家創作的宣傳品 奧迪利亞總理莫里森 應用中國官方行徑可恥 要求北京道歉 中國外加部發言人華春瑩就反駁說 阿富汗人命也是命 說澳大利亞政府應該向阿富汗人民道歉 又趁進濠報導 澳洲和中國新一輪的外交風波 源自趙立堅星期一 在推特貼出的一封假圖片 趙立堅在推特圖文並茂地寫道 澳洲軍隊殺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令人震驚 我們強烈譴責這種行徑 並要求他們承擔責任 趙立堅所貼出的圖 描繪一名特種部隊士兵 用刀割他聲稱是阿富汗小銅的頸 刀上面染血 小銅的頭被澳洲的國旗包裹 澳洲總理莫里森批評中國官方發布假圖片 做法相當令人反感 澳洲已經要求北京當局道歉 莫里森表示已經要求Twitter刪除趙立堅帳號上的假圖片 並對記者形容中國官員做法令人震驚 沒有任何藉口可合理化這種行徑 批評北京應該為這一則貼文感到忘羞 莫里森對記者表示趙立堅的行徑極其可恥 他說圖片無論如何都不能證明是真實的 中國政府應該對鐵文感到羞愧 莫里森又認為中國這樣的做法 不單止詆毀了澳洲軍人 更加令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變得越來越渺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星期一回應記者時 指稱澳洲政府才應該感到羞愧 聲言阿富汗人命的命都是命 華春瑩和趙立堅對澳洲的批評是原子澳洲國防軍 上星期發表的報告 其中說到有19名現役或前特種部隊的士兵 因為在2009至2013年期間 在阿富汗殺害39名囚犯、農民和平民而被調查 澳洲戰略研究所總監舒比里茨對本台說 世界得以知識39名阿富汗人非法被殺 是因為澳洲當局花了4年半時間作法證調查 並公佈480頁的報告 令涉及殺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的澳洲軍方人員 面對法律制裁 舒比里茨又表示 要承擔責任的應該是北京 因為北京並沒有像澳洲一樣的處理方式 承認和面對在新疆和香港問題上犯行的錯誤 例如濫權 他又說 尤其在新疆 全球都可以透過逃出禁閉營人民的口述 和外洩檔案以及衛星圖像 得知中國威權政府在新疆的種種行徑 至於趙立堅今次對澳洲的戰狼舉動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 就認為中國對外回應了澳洲對北京過往的指責 對內就鞏固了民族主義情緒 令國民更加支持政權 其實他的目標是對外 當然他的潛台詞 第一就是澳洲和中國的關係 就是國家關係過去其實有很多 就是Tension 就是由早年 就是幾個月之前 就是幾個月之前 關於澳洲要求在世衛調查 就是中國在那個疫情的角色下 到過往呢 都在有好幾件事 就是澳洲很高調去回應一些 就是中國一些事件 那其實一直那個 就是他們兩個都是有一些 就是關係都是 在外交上都大家互相有 就是一些回應對方 那尤其是有一些部分 就是回應是針對中國 就是過往中國 就是尤其是人類問題 那似乎他這次趁機就是 就是找到一個位子 就是講回 就是去做一個回應 就是針對性去回應 那固然是針對外 就是對外 也都是其實有意是要 就是對方 也都去講過的話 他好像是 quote了澳洲的media 是 這樣去回應的 所以很明顯就是 就是 就是他順著勢 是向其他國家施壓 這樣 就是 其實 就是過往 就是兩個關係 就是 就是 一個延續 就是基本上是 那 你說是不是對內 那 事實上也都 要有關係 因為 就是過往 很多次事件 就是外交官員 就是向外 顯示強硬的姿態的話 就是國內的反應 都是 很多 就是 很多 就是 正面的回應 就是國內很多 就是 就是 會支持 就是國家在 海邊 就是用一個強硬的 態度回應 就是 尤其是在網絡 尤其是網絡上 也都沒有很多這些 那所以 也都是可以顯示 就是其實是 去鞏固 國內一些 就是民族主義情緒 趙立堅的Twitter 是用英文轉發 對象應該是澳洲和英語世界 但是 傅景華就認為 中國單單用Twitter 影響外國國民 對本國的認知 影響不大 其實過往 中國在很多 就是 資訊戰 或者這些 就是 問題 上面 其實 他們 用Twitter的 戶口 其實它的互動是很少的 就是 在海外上面 影響到 惡劇民眾 其實 那個影響是有限的 就是 他們的覆蓋 不會讓 給澳洲自己本地的傳媒 或者澳洲自己本身的 那些Twitter 那些 那些 覆蓋 是多的 所以其實 是不是真的會 造成一個大的影響呢 還有 剛才所說 其實 那些新聞 也都在本地 在澳洲本地 自己都已經 就是 本地的新聞出來 那 所以 額外 其實就是在外交上 令到 對方尷尬 但是 究竟 是不是會令到民眾 就是 改變 對政府 還有 還是激化了對方 對中國的一些 就是 它可能會 激化了澳洲本地 會覺得 中國 其實 就是 可能更加多不滿 都不奇怪 趙立堅貼出的漫畫 由自稱戰狼畫手 的烏合麒麟創作 烏合麒麟 在2019年 香港反修例 運動期間 有繪製圖片 宣揚中共 對反修例人士的 強硬態度 又在美國大選期間 以畫作諷刺總統特朗普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陳俊河報導 日本傳媒報導 日本有45間高等校園 和中國的7間大學 簽署了學術交流協定 由於這些中國大學 和解放軍關係密切 日益引起了日本各方關注 擔心佔斷科技 會變相被解放軍蝕取 用作軍事和武器的研發用途 聽下高峰 李智智報導 和日本幾十間高校 由學術交流協定的7間中國大學 由統管國防產業的 中國工業和信息部管轄 共同社引述消息說 7間大學都有參與解放軍裝被開發 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西北工業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和哈爾濱工程大學 被美國政府列入禁止出口的實體清單 有3間就被指 有可能將技術轉用到開發大規模殺傷力武器 而被日本經濟產業省 列入需要技術出口許可的外國用戶名單 共同社報導說 外界擔心日本的大學 和中國這7間大學交流 可能會令日本學術界的研究外流 日本國立正江大學教授楊凱英說 日中高校在尖端技術的交流 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 航天航空技術要牽涉到它的導彈、飛彈 還有人造衛星的技術 那麼電子計算器的高性能集電工程 要牽涉到它的半導體 也就是說日本的這些爭端技術 沒有一向不牽涉到中國的軍事技術 所以它非常想得到這些技術 它說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 尖端技術經由高校交流 而外洩日益備受日方關注 誰都不會認為中國有不道德的行為 這個習近平上來以後 他把這個政策喊得非常顯亮 甚至於修改法律 這樣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全面警惕 根據共同社報導 日本民部省並未就技術外洩的風險 向國內的高校發出特別指示 經濟產業省就認為 是不是檢討和中方的交流協議 應該由各高校自行決定 楊凱英就認為 共同社發出這篇報導 顯示當局實際上已經一錘定音 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戰略所副教授王介正認為 重點大學和軍方交流在世界各國都非常普遍 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 中國大學都有可能跟那個國家的國防工業 國防產業或是國防軍事相關單位 擁有這個建教合作 那麼這個也是世界上面普遍所看到的情形 這個在民主國家也常見的事情 並不是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有做這種事情 跟中國大陸和軍方有關係的中國大陸的大學 有合作備忘錄或者是協議 如果會引起自由民主國家的疑慮 那麼就應該由各國自行去針對這些 他們認為有疑慮的事情進行改正嗎 王介正認為 除非各方能夠提供足夠證據 否則目前難以斷定解放軍郵計劃 竊取日本先進技術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節哲報道 美國總統特林普早前禁止美國企業或是個人 投資31間涉及和中國解放軍關係密切的中國公司 當眾包含了華為和中移動等 路透社星期日引述消息人士說 特林普計劃將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 和中芯國際等4間中企 也都加入國防部的相關黑名單 令總數增加至35間 白宮和美國國防部則未有回應 聽聽胡海文報導 報導指 新追加的4間中企除了中海油和中芯國際 也都包括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 和中國建築技術有限公司 暫時未知當局會何時正式公佈 路透社在月中曾經引述美國匿名官員和知情人士指出 國防部會再將4間中國企業加到黑名單 但當時未有透露是哪幾間公司 特朗普在11月中旬簽署行政命令 由明年1月11日開始 禁止美國企業和個人 投資超過30間由中國解放軍擁有 或控制的中資企業 已持有相關公司股份的投資者 也必須在限期前沽稱所持股份 這31間企業還包括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海康威視等 美國在1999年通過法案 要求五國大樓編制一份 列出由解放軍擁有或控制的中國共產黨軍事企業名單 但國防部到今年才實際執行法案要求 共和黨籍眾議員克拉格也推動類似法案 禁止這些中資企業進入美國資本市場 他說這樣做可以確保美國人 不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資助了中國共產黨未來技術發展 不過路透社引述專家分析指 這些制裁力度有限 美國本身對這些企業的持份很少 很難對相關企業帶來沉重打擊 而且日後如果由拜登上台 也很難確保他會維持有關制裁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胡凱文報導 台灣民主基金會創辦的亞洲民主人權長 今年頒贈給總部設於澳大利亞的 亞太國家人權機構論壇 基金會董事長、立法院長尤石坤表示 台灣雖然無法加入聯合國的人權機制 但藉助舉辦人權長 射示台灣捍衛人權和民主的決心 也可以進一步提升和落實台灣人權 聽說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台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尤石坤30日宣布 第15屆亞洲民主人權長得主 是總部設在澳洲 從事強化亞太地區弱勢人權保護的 亞太國家人權機構論壇 由於亞洲各國的人權環境分別 面臨不同的社會、文化、政治情況的挑戰 亞太國家人權機構論壇的工作 除了強化已經成立的國家人權機構的功能之外 促進其會員的交流活動 以應對共同的人權挑戰 同時也持續支持亞太地區各國 建立符合聯合國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構 著然有成 因此今年亞洲民主人權長選擇班的 亞太國家人權機構論壇 尤石坤子由於新冠肺炎疫情 使全球的人權工作面臨極大挑戰 今年由於新型冠狀肺炎全球試煉 世界以及亞洲有許多地方的社會活動 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民主人權工作也面臨了新的挑戰 台灣很信義地在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下 整體生活受限的比較少 在如此特殊的大環境情況下 亞洲民主人權長賣入了第15年 作為亞洲地區具有指標性的人權獎項 我們身在台灣很幸運 也很榮幸能夠持續舉辦這個獎項 讓鼓勵亞洲地區民主人權的工作不會間斷 尤石坤認為台灣每年頒發人權獎 有助於宣示當地維護民主人權的決心 也有助於國人權組織推展相關工作 亞洲民主人權獎2006年創設 已經邁入第15年 也代表著台灣推崇民主精神機 和衛援權的堅定決心 各級取獎者由吳江界記者組織 自由北朝鮮電台創辦人金聖文先生 海上難民救難組織 亞洲反非自願失蹤聯盟 以及去年獲獎的澳洲聯盟外交培訓計畫 這些獲獎人士和團體遍佈全球 他們都是民主與人權的重要典範 尤錫坤表示台灣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在今年8月揭牌正式運作 總統蔡英文在揭牌儀式時期許 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為國家的良心 台灣雖然長年無法加入聯合國的人權機制 但志願性依照聯合國人權公約的標準 定期進行自我審查 甚至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希望能進一步提升落實台灣人權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接下來再有耳邊封的時間 話說在金融小說《綠鼎記》之中 韋小寶非常精通一個絕招就是射博 而且射博還分兩種 一種是往外射一種是往下射 往外射的是自己出了問題 就快點找到外面一個不相關的人負責 例如韋小寶和毛十八被海大副捉到的時候 海大副就問毛十八是否吳三貴的手下 那是要將他鬧事的責任退給吳三貴 強國在調查新冠疫情源頭這一仗 就申明向外射博的增提 就連強國網民也忍不住 官方指向疫情的源頭 是挪威三文魚、花旗國豬頭、得二字豬手 全部都是外來的 向下射博就是另一個射法 在六頂紀的結尾 韋雀爺已經慰極人神 他為了救好朋友毛十八 於是就殺了仇人馮錫帆 再執行尼貓換太子之計 但在中間韋少寶的另一個好朋友 御前示威丫頭多龍也無意中幫了個忙 於是韋少寶派人去裝模作樣地調查一番 調查的結果是 馮錫帆府內的馬夫形勢拐大了兒娘爛鄉前途 臨走前殺了馮錫帆 有了說法案件結束 回頭看回強國 天津在7日通報一例本土確診個案 病人是冷凍食品公司的社貨工人 總之 疫情出現與外國有關 與基層有關 與高層領導就無關 香港科技大學南生周子樂 去年11月4日凌晨 在將軍澳警民衝突裏 在上德川停車場墮樓昏迷 留意五天之後不治 中年22歲 食印言順星期一繼續 再有目擊指落墮樓之後 情況的市民聯絡警方提供資料 並在星期一早上出庭作工 證人莫漢斌透露 當日凌晨約12點40分 在停車場見到警察 在地面發射催淚彈 也有人用電筒 招上停車場的流暢 直到凌晨1點03分 他在紫樂墮樓位置的附近 聽過類似跌下來的聲音 但是表示不知是什麼聲 及後他再到場 就看到紫樂躺在地上 之後有人走近問紫樂的情況 但是紫樂並無回應 上星期四 現身向警方提供資料 並且錄口供的莫漢斌作工事表示 事發當晚午夜12點多 住所樓下有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 所以自己一個都上德停車場 約10分鐘後打算離開 但是得知有另一隊的防暴警員 正是進入常德邨 於是走到二樓高層繼續圍觀 他說當時見到約10名的防暴警員 由保康路進入常禮樓 之後走到二樓低層 靠近上德商場的行營路 他拍攝了幾張照片之後 再走到停車場的另一邊 期間見到有消防員在行車路走過 他走到行營路之後 發現10米外好像有人跌在地上 當時身邊沒有人 他沒有理會 約10秒之後見到有人大叫有沒有事 抬頭見到一名身穿深色上衣 以及長褲的人士在雙斜旁邊 他回到停車場找消防員 和其他人幫忙 但是就不成功 於是回到雙者位置的時候 已經見到有消防員 和幾個街坊只是處理 所以乘電梯離開 約1點13分回到家 更多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看